从性别观点看台湾在千禧年发展目标 这是个正在发生有关全人类福祉的故事 期待由所有人共同决定公共事务 共同享有一切发展成果 并使有限的地球资源得以永续 联合国的189个会员国 于公有两千年时通过了千禧年宣言 为了促进新世纪全球的永续发展 而定下八大目标 这些目标合称为MDGS 期望能让不管处于地球上哪个角落的男人和女人 都能因此而受惠 目标一 消除贫穷与饥饿 2013年台湾的人类发展指数在全球排名第23 但在就业模式上仍有性别差异 2012年台湾男性就业率为64% 女性仅为48% 同时女性每月平均所得 一笔男性收入低了7794元 为了保障更多人的经济安全 台湾在2008年开办国民年金制度 广纳25至65岁为有相关社会保险者 在被保险人与配偶间有连带缴纳之义务 如此对家庭主妇等更增添了保障 目标二 普及初等教育 台湾国小在学率虽已达98% 但6至12岁的身心障碍儿童 在学率仅有90% 这显示本目标在2015年之前 让所有儿童无论男女 都能完成小学的全部课程尚未完全达成 台湾在1996年订定了 国民中小学中途辍学学生通报及复学辅导办法 规定必须给予中处学生协助 追踪及复学的支援 2011年所有小学生平均复学率为87% 而原住民学童也达93% 如此让更多学童重新获得应有的教育权利 目标三 性别平等与女性复权 MDGS 的八大目标中 本项目标更直接设定了 女性国会议员席次为性别平等的指标 台湾在2005年宪法修正案 规定不分区立委各政党当选名单中 妇女不得低于二分之一 使得近年来立法院女性委员比例大幅增长 赶上甚至超越了性别平等先进国家 目标四 降低幼童死亡率 台湾五岁以下婴幼童平均死亡率为千分之5.5 但原住民婴幼童死亡率却高达千分之9.6 显示我们更应注重原住民的医疗资源 让所有的儿童皆能健康成长 近年台湾的新生儿及婴儿的死亡率皆稳定降低 全民健保还提供孕妇十次产前检查 以及一次的超音波检查 并补助高危险群进行多项基因检验 有力提早发现胎儿异常 减少未来新生儿死亡的遗憾 目标五 改善产妇健康 台湾孕产妇死亡率从1986年以来 已降至每10万个活产的产妇 只有5-9人死亡 但与先进国家相比仍有进步空间 近年新住民母亲在台湾的比例越来越高 政府亦定期出版各国语言的孕妇健康手册及影片 以保障每位母亲能确实了解有关怀孕 分娩及新生儿照护等讯息 目标六 防止艾滋 虐疾和其他疾病 台湾累计艾滋感染个案数将近25000人 女性感染者仅占7% 相较于全球或亚洲女性 人数偏低且逐年减少 2005年开始实施减害政策 此后至2013年间 女性因药引共用针头而感染人数 从328人下降至5人 现今女性感染者当中 约有7成是仅由异性性行为感染 先见宣导安全性行为的观念仍有待加强 目标七 确保环境永续发展 配合目标三 除了增进国会席次以外 在其他领域一同落实女性参与决策 于2013年所核定的 黄金十年国家愿景计划 因与性别平等政策纲领 环境、能源与科技偏结合 提升环保领域的女性人数 降低性别隔离 来达到影响该领域思维 纳入性别观点与弱势需求之目标 目标八 发展全球伙伴关系 迈入资讯社会 从网络获得薪知的能力格外重要 2004年到2012年 无论男女的上网率 都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快速提升 但40岁以上女性 网络使用频率还是比男性来得少 《千禧年宣言》是个伟大的承诺 也是联合国追求国际发展的愿景 强调公益合作与大众利益 期许全球各国政府都能透过在地实践 朝向永续社会的理想迈进 优优独播剧场